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期被我们拯救过的小女生 这小姑娘特别有个恶性 她不畏强权 把她送到塔克营地 她就开始摆烂了 当然这塔克她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最近我们来看望她的时候 发现她很是不开心 有着想要离开这里的念头 那肯定是不行 你说好不容易把人家姑娘送过来再接走 算是什么事吗 随后我们身为一个大男人 为安抚小姑娘的情绪 我们就来到一个游客中心 给她带一个小玩具 哄哄她开心 没想到丽莎根本就不买账 无奈我们只能走了 过了一段时间 在外面打野油串的时候 突然听到塔克用无线电联系我们 说安息者偷袭了他们的营地 而且带走了几个人 其中就包括丽莎 得知这一消息我们很是愤怒 驾驶人心爱小摩托来到了安息者的地方 哎等一下 我想问你这不是刚才的游客中心吗 OK我们进行作战 算是救一下丽莎 这里一定埋伏很多这个安息者 一定要注意 前面那个拿手电筒的跑了 好笑啊 怕了吧 是不是 怕赶紧磕个头 我就放过你 想跑 往哪跑 宝贝 抓了我的女人 想跑 他肯定想上通风报信 看一下 我没有人了 哎 听到声音了 动静 这里 哎呀哎呀好走别 上面有个狙击手 他干着 不对 打偏 应该打右边一点 好的 打手电筒是吧 手电筒 上面还有一个人 哦好笑话 你用自动步枪别怪我了 哎 干嘛 哎呦呦呦呦 你出手怎么那么快 我身上这把刀呢 就是从他们安息者 身上扒下来了 这伤害 巨高 很少 打人两下 哎 这边啊 小姑娘 哎呦 战神有了 I stand by You're giving me wind and rain You're some kind of butterfly Baby you're- OK 哦 喂 好 這邊 哇 這麼難瞄嗎 哦 怎麼了 要起飛啊 摩托旁邊還有倆 用鞠 把他鞠掉 誒 OK 就這樣順利將麗莎救了出來 但他的妻生地還得好好考慮一下 塔克那裡肯定是回不去了 第一眼看他還挺慈祥的 第二眼一看就是也老妖精 完全不拿倖存者當人 聽說他還私下毆打這些倖存者 可能是因為他之前是獄警的緣故吧 所以把他的影帝搞成一個老改鎖了 科普蘭那裡更不行啊 那些人五大三粗的 那怎麼辦 只能把他交給我們之前幫派的一個朋友了 誒 這小姐姐看面相還是挺靠譜的啊